Hello,大家好,我是纸涛老霍的老霍哥 俗话说得好,入队圈子跟着人 好几天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里老霍哥也是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西瓜视频跟头条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入播 直接在平台上卖东西的可能是有一些的管制 而且我们现在的播视频也是流量非常低 想把这些视频都放在我们抖音上去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抖音 大家直接可以搜索,在抖音上搜索老霍哥 然后继续来关注支持老霍哥 在这里老霍哥也是感谢大家 老霍哥好长时间没给大家上一件好东西了 这件藏品是老霍哥十分喜爱的一件东西 而且个体比较巨大,时代又非常的早 它的时代可以推速到康熙时期 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定康熙了 不用说清早期 而且我们这一件是一个青花繁红苗集 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大碗 而且个体是十分的巨大 我们管这种的碗 我们有一个说法 我们管的叫潘去碗 个体确实是非常的大 在这里老霍哥先给大家量一个尺寸 让大家心中有一个概念 我们看已经达到了23.3厘米 高度高度达到了10厘米 个体已经非常巨大了 这个是我们北方家里吃饭的碗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仔细来对比一下 看看它的个体 跟我们这个就小无间大无了 我们这个可以说得上是盆了 就不是碗了 就跟我们盆一边的 那么我们这个古代用这么大的碗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古代用这么大的碗是乘酒的 乘美酒 然后美酒再盛到我们的杯中 这个就是盛放美酒的这么一个器皿 有的朋友说是盛汤的 就是我们达官贵族不好家里的 喝汤用的 但是这件东西确实是个体非常的巨大 而且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把底团先拿走 我们看一下 它的青花发色 包括它的画法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精美的 那么我们这件器用的个体这么大 稍造一点也不变形 这个就是它十分难得的 我们看一下 它圆度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这么看 它规整度也是非常的好 这么大的器物 在我们那时候的工艺 能把它烧造成这样 这是十分难得的 而且我们像这么大的碗 这么大个体的东西 它也是经常烧废的 也就是说烧个三摇五摇的话 也不一定能出一摇 这么精美 这么规整 这么漂亮的瓷器 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时期 个体越大 越难烧的 包括现在也一样 因为现在的工艺也不一样 现在是电摇 而且虾波也不一样 烧成的成功率要高 在我们古代 工艺的控制 温度的控制 都达不到现在那么标准 但是我们看一下 古代的瓷器烧出来 精美程度 是远远超过 我们现代的瓷器 就是我们现代人 无论再怎么烧 再怎么扫 也仿不到我们康熙 这种烧造这种水平 这个就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来给大家详细 来看一下它的画片 这个样式 就是一个庭院 庭院花卉 庭院牡丹的 这么一个样式 然后它所用的 这种绘画方式 就是咱们所说的 我们康熙时期 经常会用到的 青花 繁红 苗金 这种画法 也就是说它的工艺 要比较复杂一些 我们古人用 这么复杂的工艺 主要就是烧造出 我们康熙盛世 而且这种繁花四景 这种感觉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工艺有多复杂 首先它第一道 要烧我们右下的青花 烧完右下青花了以后 我们再烧右上彩 右上彩是我们繁红彩 繁红彩描绘完了以后 我们再入窑 再烧造一次 最后一道是烧 我们花卉上的金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碗 需要三次入窑 三次烧造 也就是说我们入窑的次数越多 也就是它风险度 就越高一些 但是我们这一件器物 它就是一个全美品 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全美品 这么大个体的 这种器物 完完整整的 能保存在我们面前 也是一个奇迹 像这种东西 市面上还是非常稀少的 老霍哥是唯一遇到的 这么一件 康熙时期 这么大个人 这么攀去晚 我们乾隆时期的老霍哥 倒是遇到过 但是全美品的 还暂时没有遇到过 老霍哥经过查资料 就是看到我们云南省博物馆 里面会有一个乾隆的 一个这么大个体的 一个攀去晚 然后就是我们 马卫都马老爷子 他也有一只攀去晚 但是他那个时代要晚一些 他那个是晚新的 一会老霍哥会插图 大家去详细了解一下 看一下 那么我们康熙时期 这么大个体的晚 能完完整整 这么保存下来 而且画的这么精美 确实是十分难得 庭院牡丹 这个庭院花卉题材 我们首先来看 它这个栏杆 这种画法 也是我们康熙典型的画法 然后我们再看它柳树 这种柳树的画法 从上到下 洋洋洒洒 而且姿态万千的 这种画法 也是我们康熙时期的画法 我们再看一个盛开的 这种大大的花卉 这个牡丹花 或者说菊花 以及我们这个冻石 冻石是花 按照我们这个 太夫石的这种画法 进行绘制的 描绘的 我们看这种牡丹花 多漂亮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石头牡丹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美 然后我们再看 后面这个花卉 也是画的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漂亮 像我们这么精美 这么漂亮 画的这么细致的 这么大的碗 确实是单得一件的 在这里 也不是老后哥在这里催 我们很难来 再见到第二件 这么完整整 这么漂亮 那么时代 到不到我们康熙时期 我们就给大家来验证一下 看一下 康熙时期的底胎 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牙黄色 就是嫩嫩的 这种牙黄 牙黄的颜色 我们给大家近距离 来展示一下 它的底胎 我们看胎右结合处 这是胎 这是胎右 胎右结合处 火石红稍微要重一些 但是我们康熙时期 它重的也不会特别重 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胎肚 淘洗的比较干净 所以说 并不是说要十分的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糯糯黄黄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所说的这个糯 大家看一下 就像我们大米 刚蒸熟出来 这种特征 我们看一下 非常的经营 这个是我们康熙时期 非常典型的这种底胎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 整个的来看一下 它的修胎修足 还是非常圆润的 我们看着底胎 修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这个可见 我们这件器梦 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里侧 我们不但要看 外侧的胎右结合处 我们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它里面的胎右结合处 这是放大了很多倍 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说 我们这件器梦 一看就是开门老的东西 其实我们这件东西 不用看胎 我们就看它的画法 就看我们柳树 跟我们大大的牡丹花的这种画法 以及我们这种青花发色 我们看这种青花 康熙时期的青花 它所用的就是这种珠名料 珠名料的特征就是什么 非常的蓝艳 而且给我们这种感觉 就非常的舒服 它比我们晚清时期的 这种青花要更美 更具有欣赏性 更美一些 晚清时期的青花 有的时候也会防我们康熙时期的 但是它理论会有蓝中带子 但是我们康熙时期 珠名料的这种发色 就不会有那种特征 就是有那种蓝 非常非常艳的蓝的感觉 让人看上去非常舒服 而且我们这种蓝 又有一种翠毛蓝的感觉 非常接近我们翠毛蓝 所以说它们烧造出来的 这种发色非常的好 有的康熙的瓷器 这个青花 烧造并达不到我们这种蓝 有一种发黑的那种感觉 那种就是品质要差一些了 不如我们这种青花 烧造非常蓝 而且我们看着繁红彩 繁红彩摸上去滑滑腻腻的 而且我们这个繁红彩 又有这种特征叫做枣皮红 非常非常的红 像大草的皮子一样 也是我们康熙时期 这种繁红的特征 然后我们再看金彩 金彩的整个保存状态 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略有一点点的小脱筋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那么如果非常完整 一点脱筋都没有 大家也要小心了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口言 我们看口言 任何的小飞植 小蚂蚁咬 包括小抱幼 小缩幼都没有 这个就是十分难得的 这么大的气骨 这个就是没有这些毛病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我们再看正中间 这个碗里头会有一朵花卉 也是一朵母 然后我跟也给大家讲过 一般在我们杯子碗当中 清早期的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那么我们这个碗 无论是从它的造型 到它的绘画这种工艺 以及它的修胎修儒方式 我们这件东西 都是康熙时期的这么一个精品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精品 再给大家来比喻一下 看老活哥的一个拳头 放在里面 那么这么大的碗 老活哥还是说了 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 多多的珍惜 像这件东西 以后就不会再遇到第二件 而且像我们品质这么高的 康熙时期的 也是十分难得一件的 一般的我们乾隆时期的 这么大的碗 它市场价都是在 1万到1.2万左右 那么在这里 老活哥也会给大家 一个比较合理的 入手非常舒服的 这么一个价格 现在入手这些东西 正当时 但是我们康熙时期的 雍正时期 乾隆时期 青三代的东西 还是水涨船高的 可能我们晚清时期的 或者是民国时期的 一些普品 它的价格会有一些下降 有的要下降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这种清早期的 这种精品的东西 它的市场价 市场值 还是在往上走的 在这里老活哥 肯定会给大家 一个超低的一个 绝元价格 希望大家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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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